其实这张照片呢是一个十年的跨越 也是我们国家载人航天十年的发展 和我们三步走的一个跨越 这张照片我执行的是神舟九号任务 首次进入了天宫一号实验室 那是我们在太空的第一个空间实验室 从神九任务结束的那刻开始 其实就是下一个梦想的出发点了 我记得在离开天宫一号的时候 我曾经向他进了个军礼 默默地对自己说不久的将来 我一定会再回来 就为了这个梦想 可以说是一直不断地在努力 我们现在空间站已经全面建成了 到了应用的阶段了 而且现在我们的空间站建成之后呢 可以看到三舱两船的结构 内部的空间更加的宽敞 现在是六个卧室两个卫生间 而且住宿的条件也更加的舒适 有自己独立的睡眠区 我们的再生生保系统呢 也是极大的进行了物资的循环 再利用减少了我们运输上的一些损耗 我想对广大的女同胞说 历史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女性的力量与推动 我希望我们各行各业的女同胞 都能携手并肩珍惜这个伟大的时代 与时代共同成长进步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在各行各业 展放最闪耀最自信的光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